好吧好吧好吧 我也說對了 剛錄了一半 然後它這個就出問題了 我還是安全的事情 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都不知道 我是咋用這機子 就這樣放著一下 這個 這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這是哪條路了 困難路的 具體我現在也不知道是哪條路 用了一個機 這 這到底是用的是哪個攝像頭 我都不知道是供電沒供電 反正能用就行 反正能用就行 試試哪個攝像 我都不知道 西窑頭 現在五號線西窑頭上 那銷頭那前一站是十加街 其實我也忘了 天空下冷 好了 本來 本來是說是做日常的 結果這 這攝像頭也不咋好 還不如三星的 Gear360 三星Gear360 你就是一個小的 然後你直接就拿在手裡面 就可以了 然後他這個還得必須插到手機上面 我也是最最最最最最最的了 我給你說 還不如買個那一千多的 哎呀 這畫質還沒有那一千多的 那5K的好用 這是 國產的能做成這樣才是很很不錯了 已經 但是三星好像也放棄了 我看出了兩代就沒有第三代了 如果它是有第三代的話 那還是可以考慮考慮考慮 考慮入手的 但是三星現在有那個 三星Gastop S8 Ultra 還是很不錯的 如果你們選過平板的話 我個人推薦安卓平板 裡面就 你就只管選那個 三星的S8加吧 S8的頂配吧 就是Ultra 那個是12.14.6英吋 然後它比那個12.4英吋的S8 Plus 還好一點 然後下來就是S8是11寸的 配置都是8GB1的 CPU 性能還是很厲害 很屌的 但是 但是 它有很多有線功能 你比如說 Google Note以及Node12 Node12 Node12 是不是有安卓吧 但是 熟悉體驗還沒有iPad上號 不過三星自己的三星Note還是很不錯的 總體 總體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馬上到時間了 五分鐘一個小視頻 然後就回家了 這就是我個人的一個感覺 所以大家建議 如果你買平板 是有繪畫需求的話 我個人建議你去買 Samsung Glass Type S8 Ultra 然後 你如果是用蘋果生態的話 我是建議你買 Apple iPad Pro 12.0 12.6 英尺的版本 就這麼多 如果你是說比的話 那麼建議就是買 Samsung Glass系列 Samsung Glass那個系列是最好的 就這麼定了 時間已經到了 哎呀我醉了 好快啊